日本宇治盛产绿茶 有一种角蛙还叫宇治角蛙 可能因为长得很绿茶 这户委托人名叫川崎 就住在宇治 拥有气派十足的日本老式住宅 停练打理的也生机盎然 原来这家人是茶农 现在三代同堂 看起来房子够住 但是有个大问题 太太叫老公去浴室放热水 老公居然出门了 她拉开落地窗 撑起一个木板搭了个桥 原来川崎家的浴室在隔壁 还没有过道 需要搭个板走过去 要去外面洗衣服的时候 要从隔壁洗衣房把木板拆了 穿过去以后再到晾衣厂晾衣服 这样两个动线交叉 生活十分不方便 老太太还因此摔倒 额头上磕出老长一块疤痕 封了16针 为了解决这家人的安全隐患 请来本期颜值担当 土居应付 这造型可远观而不可卸玩 土居出生在京都 略为水和光线是建筑最重要的元素 只要有这两种元素 生活其中的人都能安心舒适长命百岁 为此土居被称为水与光的调和者 土居开始勘验现场 这是户型非常方正气派的房子 这上面的入户土间 也就是泥地院落南北贯穿整栋屋 家里的四间盒是全部用纸门隔开 标准的田字形结构 但是这样的房子没有什么隐私 夏天还凉快 冬天冷风一吹冻死狗 北侧中年不见天日 踏踏米都已经老就不堪 踩下去整个人都在下沉 就算是在水泥地铺木板的餐厅问题也不少 换气扇和灶台都不在一个位置 墙壁上都是油屋 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通往浴室这条路 每天晚上都得铺木板搭桥 危险的是下雨天容易脚底打滑 虽然在顶上加了遮雨棚 但是下雨桥的表面还是会湿漉漉 为此这家人拿1600万日元改造 折合人民币76万 这家人的天花板老高了 楼上的阁楼全部用来堆放杂物 这些老物件都是代代传承下来的 看样子还有不少宝贝 家里搬空以后 又是解压的拆家环节 天花板发开 纸壶的移门拆掉 地板都翘起来 露出整个挑高空间 地板之前已经塌陷了 原来是踏踏米下面的地基都被腐蚀 徒手都能给拆了 为了证明这个说法 专家这就来了一个金刚脚 大哥的样子好像参加了粉头帮 这下只能完全拆除 增加新的支架之后才能展开真正的改造 现在整个空间变得明亮又工整 原来南侧家庄大型气窗引入了阳光 而原本需要搭桥的浴室 铺上地板和主屋成了一个整体 过道做出了盥洗室和更衣间 去浴室再也不担心妈妈摔倒了 而且这间浴室对面的落地窗打开就是院子 院子里设计了专家最喜欢的水 这下可以露天狱 随后专家就去了工厂 排出两块大的驴板 这玩意覆盖在木板上 变成了一个特制的庭院桌 这样也方便收纳和整理 不用的时候也能收起来 灯笼的顶端居然能够荡成一个烧烤炉 瞬间这个浴室庭院就有了烟火器 此外专家还把川崎的老师横梁剖开 挖出四个一样的凹洞 昭和的复古风情 变成了有现代风的日式住宅 庭院墙上的花盆 用的是之前从屋顶拆下来的旧瓦片 那些在阁楼的东西也搬来了 送到了玄关 玄关门打开就让人眼前一亮 全屋用白色为基调 大厅完全挑高 隔壁装饰的竹架 还是之前拆掉的一门中的竹架改制的 之前的盒室 现在已经变成了可以安心居住的全新生活空间 所有的隔间门都能收纳在墙里 打开就变成彼此相连的挑高餐厅和客厅 厨房采用了双向流理台 一家人可以很好地在厨房交流沟通 还设计了大容量的收纳 三代同堂的锅碗瓢盆全能装下 一家人还能挨着落地窗外面的日式庭院吃饭 中间这个看起来很厉害的装置是一口古井 庭院围绕它展开 旁边能搭建出烧烤区 后面就是完整的浴室 这样浴室被房子包裹起来 一点都不为何 外面的连郎也能在夏天那凉用 妥妥的豪宅 原本的住宅结构也改了 西侧的河室变成爷爷奶奶专用 隔壁就是一间能够眺望前院的河室 而原本阴暗的阁楼 变成了孩子的房间 连接孩子和父母房间的走廊 就在餐厅和客厅之间 能俯瞰到楼下的情景 二楼的房间都是顺着屋顶的格局搭建的 迪矮的靠窗部分做了有收纳功能的矮桌 有滑轮的小座椅也很可爱 旁边又放了个水族箱 也是专家设计的 底座就是从阁楼逃来的旧火盆 等到全家人回家收房 大家都很惊讶 当然最关心的还是浴室 一看浴室再也不用去露天了 浴缸腿也能伸直了 感觉满意度都高了 到了二楼 女儿挽起了带滑轮的椅子 看来大家都很满意这次改建 一家人可以一边在院子里吃着烧烤 一边看爷爷和孙子洗澡 这钱花的挺值